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鱼 你等等我问你 你换律师的理由是什么呀 你自己知道 王老师 我知道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上次宋董事长找您的时候吗 他正好遇上 请进 宋董 坐 小马 我有一个私人的案子 想请你帮忙 您说 也不完全是私人的 当时双方都是我们公司的 您说的是傅小元和余锦秀的案子 对啊 宋董 刑事诉讼案恐怕不是我的强项 那也不至于是你的弱项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万一做不到尽善尽美 反而不利于傅小元的辩护 不用尽善尽美 好 我试试 你先准备起来 材料不够去找吴主任 公司会跟你们事务所签约 等你看完了 我们再详细讨论 行 您放心 小马 你知道当初我一眼看中你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充分自信 不过这两天好像有点情绪不佳嘛 为什么 我没有吧 你跟粉扣 还有那个主持人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些事情弄得我也挺糊涂的 说说 编在心里要得病吧 其实我回国 一多半是为了粉扣 我出国之前我们俩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次回来以后 他对我不理不睬的 可能是他心里有别人了吧 不会吧 粉扣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很了解 他漂亮聪明又善良正直 娶她回家 是一个男人的梦想和幸福 小马 不要泄气 振作起来 我会给你创造机会的 但是事在人为 关键时候你可不能掉链子 明白了 你先忙 大理啊 你没案子就没案子呗 干嘛说我助你啊 我的意思是 万一你要有什么案子 可一定要来找我 平时行事都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别忘了 好好好 拜拜 可以啊 心理素质不错吧 你也太小看人了 我早做好了打一百个电话的行李准备 现在才是二十九个 这不错 这是我中学同学 现在武中公司做人事总监 可以试试 我原来一直以为 你就是个养尊出游的女孩 想不到了 任性也挺强 喂你好 我找一下梁小燕 小燕你太有才了 你一下就听出来是我 明白了 好 拜拜 怎么说 我还没说话呢 人家先说了 王粉扣 你一上班就给我打电话 肯定是想拉我做你的客户 可是你想一想 我们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可能到现在才找法律顾问呢 怎么样 知道人事总监的厉害了吧 他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挺好的 别泄气 我才没泄气呢 这才第三十个 加油 喂 你好 我是王粉扣律师 大川阿姨 不忙 一个案子也没介绍 什么 你有案子要给我 大川阿姨 你真是我的及时语 你都不知道 我们老板都快把我给逼疯了 好 行 我知道了 我当初没有告诉你 我跟苏大川 和副小元的母亲 我们三个都是中学同学 我之所以没跟你说 是怕影响你对我的信任度 说心里话 接你这个案子 我也犹豫过 因为不可避免的 要影响到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看来 我哪面都没处理好 但是有一点我请你相信 凭着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 一个教师的基本道德 一个母亲的天然良知 我没有 我也绝不会跟被告串通在一起 来坑害我的当事人 我相信 那就好 你找到别的律师了吗 我没去找 王教授 这两天我上网查了你的资料 才知道 你连续五年被评为政法大学的优秀教师 还是省里的十大杰出律师 你义务地帮老百姓打赢了很多官司 口碑很好 是我有眼无珠 尽怀疑你会跟他们勾结 把我给卖了 王教授 如果我还想请你打这个官司 你还肯帮我吗 我劝你啊 还是冷静地考虑考虑 我继续做你的代理人 合不合适 我觉得你合适 我相信你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答应你 大春阿姨 这么大的案子 你真的打算让我变护啊 阿姨说过了 会给你机会 这简直是 你都不知道 我们大学毕业 有好多同学 到现在连工作单位 都没有着落呢 我都已经接上案子了 不过 不过这个案子 好像有点大哦 刑事辩护 还是个命案 你真的放心让我做吗 我相信你 再说了 还有马少奎 跟你并肩作战呢 马少奎 是啊 这次我让他和你 一起为傅小元辩护 是从组合角度考虑的 马少奎 虽然精力和能力 高出于你 可是你也有你的优势 你跟小元和林玲 是老朋友了 知根知底 我希望你跟马少奎 能够形成互部关系 这个安排 是为了确保 这个案子 胜诉而考虑的 行 我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情 要通知你 你的法庭对手 就是这次民事诉讼的 代理人 是你的妈妈 跟我妈做对手 要不要回去 征求一下 你老妈的意见 再给我答复 不用了 不过暂时 不能让她知道 为什么 她将来知道了 会怪我的 要是现在让她知道的话 那这个案子 我就别想起了 好好好 就依你 我不跟你妈说 好多了 我觉得你这个 一个手 没有两个手的 这种造型好 你知道吧 因为舞台 这比较远 观众看得更清楚 好吗 好 这再琢磨一下 好 小卢 我到团部去谈一点 这个戏的宣传方面的事 你接着给他们下牌 好的 导演 你放心 请 等下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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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是 亲爱的 我们去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我好久没有吃辣的 我想吃什么 吃辣的 好 真的假的 这种事还能瞎说 那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天哪 老吴居然是这样的人 就是 按理说 这种事情司空见惯 可是她是雅琴的老公 她怎么也这样 是啊 雅琴不管怎么说 是个检察官 她也太有恃无恐了 你说 这种事咱们管不管 怎么管 看你们俩人紧张的 喂 这可是雅琴的老公 在外面包养情妇啊 其实雅琴知道 吴顺音风流 是众所周知的 挡也挡不住啊 雅琴既然嫁她 就得学会包容了 雅琴怎么发现的 雅琴多金啊 做检察官的 据说是偷听了 吴顺音的电话以后发现的 他们两口做了这件事 闹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当然是吴顺音不对 她也保证 不再和那个小蜜来往了 怎么又重蹈覆辙了呢 雅琴这脾气 能忍得了这种事 真是没想到 婦人怎么着 离婚呢 那还用说 当然要离了 要我呀 一天也忍不了 平均 不是我说你 你整个一个就是被裴姜安宠坏的娃娃 这么多年了 都是裴姜安宠着你 哄着你 把那个半老许娘宠得就跟个小姑娘似的 平常夫妻间的日子 不是这么过的 哎 我觉得 真是够难为雅琴的 能够忍得住 你说这么大的事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啊 就是啊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行了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外传 过几天找个机会 我提醒一下老吴 让他适可而止 什么叫适可而止啊 应该彻底了断 还没睡呢 你到哪儿去了 这么老回来 还不是老一套嘛 陪着那些客户应酬的 那总该打个电话回来吧你 光顾的说话 把这车给忘了 打个电话才几秒钟 好了好了 下回我记住了 先打电话 喂 董事长 老吴 不是我说你 话剧团的女演员 不能再来往吗 董事长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今天陆平君都亲眼看见了 他跟王辈总都上我这来告状了 要是他们直接去找赫雅琴 就是一场大地战 你就不能出去 关键时刻 不能让雅琴的情绪有波动 你应该明白 这里面的厉害关系和轻重换疾 我知道 董事长 请问蔡蓉住在哪里 前面住在第一间 第一间是吗 对的 好 谢谢 谢谢儿子 您是蔡蓉吧 是 我是贺雅琴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董事长 董事长 不好了 雅琴啊 他刚给我来电话 他跑到话语团去了 是吗 是 他刚给我来电话 还让我赶过去 那口气完全是命运之大 这个何雅琴 怎么这么没有休养啊 昨天晚上那个电话 我不打就好了 哎呀 是啊 董事长 我早跟你说 你找我就打我手机 我们家那个电话 可是在显示了 雅琴他要是没偷听的话 他但凡看到那个电话 他怀疑的话 他一定会打回去查问一番 老吴 这么多年 原来你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昨天我一听到这件事 脑袋蹭的一下发热 电话就打过去了 董事长 反正我现在不能过去 雅琴他现在肯定在剧团大吵大闹了 他这个人就是得理不让人 要不董事长 我求你了 麻烦您帮我跑一趟了 老吴 车忙我是可以帮的 可是雅琴是我多年的朋友 你得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 你要是决定跟他女演员断的话 我就出面给你了解 你要是不想断 这个忙我就不能帮了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早就想跟他断了 后来他又来缠着我 跟他们一开始还挺新鲜的 时间长了 那还真是累 现在我也想通了 我也想好好过日子 你看我这个岁数 也折腾不起了 好了好了 这些话 你留着跟雅琴说去吧 我现在就去把他接回来 你也先回家 好好认错 太队一定要诚恳 他让你跪搓板你就跪 少不得配合他对第三者 进行口注笔罚 只有他对第三者的恨之入骨 才会对你和傅小元 这样的受害者手下留情 都知道 那你也记住啊 这就算我为公司做的东西 据我所知 老吴早就跟他分手了 就是一个小当时 三干五次的前来纠缠 男人吗 哪见得是这样的色诱 我们怎么就没有一条法律 能够制裁第三者 对呀 受第三者伤害的人 多了去了 我妹妹玲玲 要不是第三者插足 她和傅小元 好好地移个家 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 就要你说的 法律不制裁第三者 你为了保卫家庭 出手中了 你还有罪 那是没犯到我手里 对不起啊 亚青 我保证 从今往后 我绝不可能犯这种错误了 这种话我早就听够了 亚青啊 从今天起 我一定痛改前非 好吗 你自己都说说看 你要痛改前非都自己回了 你改了吗 你改了没有啊 你说 你要相信我 这是最后一次吗 最后一次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吧 不管怎么着 你也得为儿子想想 如果真的离婚了 那最受伤害的 还是儿子 你在外面许患坐落的时候 你想得过儿子吗 我这么多年 我整齐吞生 我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家为了儿子啊 是啊 我告诉你 我受第三者的伤害 我可是受告了吗 你 黄老师 检察院起诉说的付费 已经送到了 好了 两位律师已经正式 结成工作联盟了 傅小元的案子 就交给你们打理了 少葵 园子我都给你定好了 人命关键的事情 你们可千万不能掉以千金啊 宋总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那你们就进入状态吧 给我一个黄金搭档的精彩表现 加油 葵老师 怎么了 你自己先看看吧 完了我们再谈谈 我看过检察院起诉书 起诉书对我们非常有利 起诉书主要强调被害人自身的原因和责任 只要我们抓住这一点重点发挥 那么对法官的判决是绝对具有影响力的 这检察官是脑子进水了吗 他们是在起诉杀人犯还是在控告被害人 你别着急 在开庭之前 咱们还有时间跟检察院沟通 激情犯罪 这是懦弱的人常具有的反向行为 王律师 你别天真了 你还看不出来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吗 先是报纸 往我妹妹身上泼脏水 现在连起诉书也跟报纸是一个腔调的 一定是宋大川 他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 对 没有主观故意 没有预谋 再加上案发以后主动投案自首 这些都为法院的侵判 提供有利的佐证 当然了 这些我还要从委托人那儿 得到更多的细节和证据的知识 我想明天就去见一下当事人 雅琴 起诉书是你亲手起草的吗 对啊 是我亲手起草的 起诉书是用来起诉被告人 起诉嫌疑犯的 你怎么用来指控本案的被害人呢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据我了解 余锦秀在被害之前 就已经提出跟傅小元分手了 可起诉书却说 他是拒绝分手 这是不正确的 你再说了 余锦秀呢 她是被害人 你作为公诉方 屁股坐到哪边去了 本案中的所谓被害人 是她加害于别人家庭在先 我的屁股不会做错地方 余锦秀所要分手费 在我看来 等于就是变相拒绝分手 起诉书有责任全面陈述案情真相 而不是咬文绝字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真相从何而来 是嫌疑犯本人吗 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起诉书怎么可以照单全收呢 你要是再加上网络 媒体的那些说法 那我觉得对死者就更是公平了 我只是客观的按照社会习俗和标准 替余锦秀这个人定性 谢谢 如果你解读为谴责 那也是他们应该受到的谴责 雅琪 我怎么觉得你的话 明显的带有个人情绪啊 你是公诉人 代表的是公诉机关 不是你本人 黄卫斗 你终于说出来了 我说出什么来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还有陆平均 你瞒了我什么 老吴的事你听说了 我跟平均听说以后啊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所以没说 你别误会啊 我没误会 对 我是有个人情绪 我痛恨第三者 因为我受到个第三者的伤害 但我的情绪 与社会情绪恰巧一致了 我所要表达的个人情绪 就是表达社会的道德标准 这有什么不对啊 老吴做出那样的事 我跟平均都特别同情 你真的 同情 你要是真的同情我 你就能够体会到我此时的心情 你就不会来挑剔这份起诉书 挑剔对第三者的谴责 雅琴 我虽然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 可是我绝对理解你内心的苦闷 可是我们是在办案啊 是履行职责 依法办事 如果大家都掺杂着个人情感 那就太有实公正了 你一定要这么认为 那我就告诉你 这份起诉书 全部是按照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的原则起草的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情绪 你只是死者家属 委托的民事诉讼代理人 无权对他说三道四的 关于起诉书 你已经得到了一个律师 所能得到的全部答案了 对不起了 我还有个会要参加 雅琴 就不奉陪了 我 请吧 等你心情好一点的时候 我再找你吧 我再找你吧 傅小元 我叫马上辉 这位是王滚寇 我们是你的辩护律师 你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 今天来这儿 是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想跟你再核实一下 这位作案的辩护非常重要 根据你的供词 事发那天晚上 你并不知道 余锦秀会到你家里找你 对吗 这点很重要 如果他是不请自来 这就说明 你没有要预谋杀人的动静 你没有要预谋杀人的动静 对吗 就算是吧 我要提醒你 出庭的时候 回答此类询问 你必须准确坚定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含含糊糊糊的 我再问你 事发那天晚上 是不是余锦秀向你提出了分手费 被你拒绝之后 他动手打了你 你是被迫还手 不小心把他推向了鱼缸 是这样吗 小姨父 你还爱他是吗 所以你才尽量回避 可能对他不利的证词 很好 注意点事 傅小言 我们是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的 你必须振作起来 配合我们 这样我们的辩护才会有效 初音 都没有关系 人死 不能复生 小姨 傅小言 你这么消极 让我们怎么帮助你呢 我 是我惹的 我最有应得 怎么办 听天由命吧 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 他们传统仪器掩盖真相 要包庇凶手过关 这是一个法治社会 一切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可怕 我已经相信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可是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相信我说的话呢 小鱼 这是一个公诉案 刑事部分 我们不是原告 我们参与这个案子的身份 是附带民事诉讼 是因为你不愿意跟被告家属 私下里谈判 所以我们只能在法庭上 向被告提出经济赔偿 我不在乎什么经济赔偿 他不欠我钱 他欠的是我妹妹的一堂命 我要他杀人偿命 小鱼 你冷静一点 这不是我们民事方能够提出的 这一点我以前跟你说过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妹妹明明就是被傅小元故意杀害的 我们还不能告她 你说傅小元故意杀害了你妹妹 只是靠推理和猜测 我们手上并没有证据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在案情上找到新的突破口 说服法庭重新调查 和傅小元的会见效果非常不好 发觉她好像死心了 非常绝望 其实傅小元是个老实人 这一点粉扣知道的最清楚 他凭什么连杀着鸡都不敢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妹的神经病 就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我担心的是在法庭上 如果她不能清晰地回答各方的质问 打此还是含糊 有余模拟良可的话 那样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 只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辩护想要达到的目的 就很难实现了 粉扣 你有什么意见 我和马少可有同样的担心 小姨父现在确实是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我们来换一种思路 既然傅小元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何不把它放在一边 从另外的方向来确保作松获胜 另外的方向 其实真正对傅小元构成威胁的 不是检察院的起诉书 而是代表死者家属的律师 你妈妈王碑的王大律师 他手里掌握了哪些材料 他会从什么角度来运用这些材料 这才是对方最重要最有杀伤力的法庭手 我妈妈确实是在进行准备 经常写到半夜 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了这些 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那当然最好了 但是这是每个律师在开庭前的最高机密 不可能透露出去的 粉扣 这要看你的了 大顺阿姨 你的意思是 我不管手段如何 我的目标是一定 要把傅小元的刑期变到最短 这官司我们输不起 我还等着傅小元回家 照顾林荫呢 大顺阿姨 龙阿姨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们放心吧 我和马绍奎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小姨父的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好 宋总我走了 再见 莫总 这两个小毛孩 能救小元吗 我儿子没杀人 林是我杀的 是我误杀的 他是替我背黑锅 他在牢里面多待一天 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那这有没有别人的补救方法 我不相信这两个小毛孩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还能相信谁 你们一个个的都只知道来问我 那我去问谁 马上就要开厅了 这个鬼门关过也得过 不过也得过 你知道我下来做事的原则就是用人不移 移人不用 老妈 一会吃完饭逛街去吧 我还得有东西写呢 你自己去吧 我就想让你出去散散心 你办这个案子也太累了 有那么复杂吗 今天我见过大川阿姨了 她说只要对方不是实在大开口 她可以多付一些赔偿金的 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在停下解决 为什么非要停上街呢 是你大川阿姨让你回来做说客的吧 哪儿啊 我是心疼女 你为这个案子 图住的经历也太大了 有点不值 这个案子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公诉方 被告方 还有代理人 不是朋友 就是学生 确实骂挺为难的 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呢 越不能马虎 你现在是律师了 为当事人负责 这一基本操守 我们还是应该遵守的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 发挥空间极其有限 为当事人争取最高的赔偿 就是你的终极目的 而现在这个根本不存在什么障碍 杀鸡何必用牛刀呢 而我的当事人恰恰不是为了经济赔偿 他觉得无论是舆论还是起诉书 都对他死去的妹妹有失公允 而因此对案情产生了质疑 你说我作为代理人 能袖手旁观吗 老妈 我不想和你讨论具体的案情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 作为死者的家属 发泄一下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作为你这样一个资深的律师 跟着火上交友 你会把一切弄得不可收拾的 你什么意思啊 说清楚点 你会一笑大方的 我不怕一笑大方 这几天调查下来 我发现死者于锦绣 无论是邻居还是同事的反应 她是一个温和善良的女性 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更不会跟别人发生肢体冲突 你想 她已经提出跟对方分手了 怎么会突然产生上门敲诈 啰嗦嗦一百万这种面头呢 那你的意思是小姨父在撒谎了 是她的情人提出分手 她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进而挑起事端 动手杀人 我的委托人就是持这种观点 我觉得 什么可能都有 我看啊 你是被你的委托人 牵着鼻子走误入歧途了 小姨父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不了解吗 以她那种性格 不被逼急了 她是不会动手的 我认为合理的解释是 不管破云什么压力啊 当她的情人明白 分手是不可避免的时候 更容易产生绝望和怨恨的情绪 姑且承认她主观上 没有敲诈的动机 但不代表她不需要分手费 来获得心理的补偿 樊口 你跟妈说实话 是你大川阿姨 让你回来跟我说这些的吗 我才不会替别人转报什么呢 我说的都是我自己想说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你手里掌握了多少材料 但是如果你以这个思路出庭的话 我要是小姨父的辩护律师 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而且你想过没有 你这么做 大川阿姨和孟阿姨 他们不会原谅你的 你好好想想吧 不要紧张 老教授您好 郭小元 杀案今天即将开庭 您作为原告律师 对这起案件的前景有何预测 我相信 法律是公正的 您是否认为 这起案件 对错误的恋爱观 是一种警示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妹妹死了 我该杀人凶手 倒是在纠正受惠风气吗 哥子 怎么能这么用话呀 这是领导不给的任务 为了配合最高人民法院 刚刚颁布的 关于自首和立功的 相关问题的解释 需要专门的做一期节目 还没有开庭呢 你们领导就先定调调 为凶手从轻了 你们领导 为凶手什么关系啊 那个小姨 走 咱们进去啊 我去吧 我去吧 还没有开庭 你们媒体就已经准备好 片台凶手的说辞了 还看什么庭 你直接宣布凶手 无罪释放团了 小姨 我真正准备好 不要现在准备你 这不行 咱们一会儿啊 请让见 我再走 你又再来 我们差点 我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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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t足 我们把金子 我再走 我再来 我再走 对 谁 中国 你认识被告的律师 我没想到她会在这儿 她是谁 我女儿 你现在告诉我是不是太晚了 小月 你别多想 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 看来这里面大有感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全体起立 请坐 临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 审理傅小元或是杀人案现在开庭 带被告人到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当事人有申请回避事项 有 公诉方主诉人贺雅琴检察员需要回避 请说明回避理由 贺雅琴女士丈夫吴顺英 是英姿集团的法务部主任 而被告傅小元也是在英姿集团工作 这种天然的利益联系 使主诉方的公正性令人质疑 所以贺雅琴检察员需要回避 贺雅琴检察员 你疯了 宿静 请遵守法庭纪律 真没想到老大会来这一手 江还是老的辣 林场一变能力真快 其实你早该想到了 他怎么可能和自己女儿在法庭上 真刀真枪对着干呢 何一厅决定 本案审理将延期进行 下次开庭时间 内行通知 待被告退庭 开庭 开庭 贵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